5月19日晚 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圆满收官 在这项国际奥委会主打年轻的全新推出的奥运赛事上 滑板 攀岩 霹雳舞 自由式小轮车四个新兴奥运项目的运动员们 在过去几天里跃动黄浦冰江 向着奥运梦想进发 在女子自由式小轮车项目上 中国队00后姑娘孙思贝 孙佳琪 邓雅文 击败众多欧美选手包揽前三名 在攀岩项目中 20岁的周亚飞以6秒54的个人最好成绩 夺得女子项目冠军 武鹏 王兴尚分获速度攀岩男子项目23名 出生于2005年的小将吉祥宇获得男子组第二名的成绩 女子滑板皆是项目决赛中 崔晨熙和曾文慧最终分裂第5和第7名 当天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上海战赛事超出预期 再次展现出中国卓越的半赛能力 他愿意给此次赛事的举办打满分 上海为这一全新奥运赛事开了好头 第一个问题是很简单的答案 十分之十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兴趣 与这第一次连续比赛事务的成绩 在歷史上的军事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感兴趣的赛事 有时光点赛事务的高同士 感兴趣的感兴趣 参与我们下期待下期待 在相比例的上生物 与他们也在海中的游戏 而他们自身上的赛事务的情况 昨晚会访 OMG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两种地医生的表情 在台湾的中央 我们看出一些颜色的声渴观 据悉 为期四天的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共入场观众4.5万余人 其中境内观众占比89% 境外观众占比11% 18岁以下观众占比30% 首届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两站 接下来还将于6月20日至23日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第二战赛事